欢迎来临屯门大会堂 为免影响演出,请将手提电话转为静音模式 并关掉其他响闹或发光的装置 为了令演出者不受干扰,使观众得到愉快的观演体验 演出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或录影 在不影响其他观众的情况下 借莫时可以拍照留念,多谢合作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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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I'm in a spin How many a poor boy I ain't God I know I ain't God I know I'm one I ain't God 總裁, 電話 我不是說練歌的時候什麼電話都不聽嗎 你媽打你 阿仁, 為什麼你還沒出發 這間孤兒院, 我每年都有捐錢給他們做經費 錢都捐了, 不去行不行 我們作為捐助者 除了在經濟上支持他們 出席活動, 都是對他們的尊重和鼓勵 做這些門面功夫, 不就是裸彩 你, 我不理 總之今天是孤兒院演藝籌款的大日子 你怎麼都要和定秘書, 洋秘書他們一起去 是, 我們去了, 那好沒有 你沒事吧 對不起…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我的眼鏡不見了, 幫我找一下吧 太危險了, 總之等你來開車吧 這個臭小子, 做事不認真 沒有一次上心的 剛才那個姑娘自己突然衝出來 我都避不及 如果不是我眼鳴手快 環境爛成這樣 讓我重新配過一副 總裁, 不來也來了 進去看表演再去吧 準備了…出來吧 快點…這裡… 來吧, 女孩 這次來看我們這個籌款表演的觀眾 全都是曾經幫助過我們孤兒院的貴賓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發揮, 用心言出, OK? 知道了, 院長 那去準備吧 孤兒院長 芳華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心事似的 沒有 是不是因為沒有選你做女主角 所以不開心呢? 其實沒有選你做主角 不是因為你跳舞跳得不好 也不是因為你唱歌唱得不好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不夠自信 臉上也沒有笑容 你想想, 哪有白雪公主像你那樣? 苦瓜乾那樣 我知道了 你看小姐上來多好看 其實你這次雖然只是一個配角 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很快就可以站上舞台的中央了 謝謝黃院長 拍出馬上開始了, 準備吧 小心 小心, 借命吧 這幕最後一幕道具 你現在搬出來幹什麼? 對不起… 走… 不是表演白雪公主嗎? 為何會出現了我灰姑娘? 快點回來 別傻了這樣站在那裡 跳舞表演, 放膽一點 記住, 自信, 笑容 你一定可以的 放膽, 自信, 笑容 笑容 喬發血淚, 心如春天 誰會笑笑說不等也故意 我又記又冷又謊又怕大崩大跑遠飄四方真 我避身目睹望见地方垃圾 物保游西游冻责物分暖 我重新清热一番周围光线 如今生安 感觉圈困着心愿 你看, 枯燕圆的小孩真的很可怜 白雪公主也没有一件像样的气服 是吗 回去我就跟董事想回报 一定要查清楚 究竟那些善款经费花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灰姑娘真是跳得这么好吗 的确是有点天赋的 如果好好栽培就会前途无限 可能是另一个萧芳芳 好, 我决定栽培她 什么? 总裁, 你要栽培她? 什么?总裁, 你要栽培她? 不行吗? 不行 我们现在就去见黄院长 毛总, 关于你想助养飾演白雪公主的林芳芳 我还决定栽培她读大学 这件事手续其实很简单 只要填表, 签名就可以了 麻烦你帮我处理 毛总, 请问你今年贵更 二十五岁 十八 我不是十八岁, 二十五岁 我知道, 芳芳今年十八岁 你二十五岁, 你们两个只差七岁 你怎么做她养父 那, 填杨秘书的名字 今年四十岁, 行了吧 填杨秘书的名字, 不过 不行 总裁, 我还没结婚 突然有个女儿 被人知道, 还没人敢嫁我 那, 填丁秘书的名字 不行, 总裁 我连拖都没拍过 况且, 被人知道我有个养女 我怕我将来嫁不出 黄院长, 其实我决定再养这个女孩 是希望她成才 只要我的姓名, 年纪, 身份 根本就不重要 办法手续之后 我就会直接送她上国际大学读书 你看, 这样行不行 你想做好事不留名 不行 又不行 我是说, 你不留下姓名和信息 她将来怎么跟你联系通讯呢 那不如叫做无名氏 做好事不留名, 当然是叫无名氏 我说姓毛那个无, 名人那个名, 生死的事 好, 就用这个名, 通讯寄去203456 203456? 没错, 这个是她的邮箱号码 那我的养父叫什么名字? 如果一个女孩问起养父叫什么名字 就回答她, 无名氏 姓毛的一位伸子 姓毛的一位伸子 Betty, 照顾好自己 钱不够打给姨妈 如果有人欺负你 记得打电话告诉我们 知道了, 姨妈 姨妈 Johnny哥真的不来送我 白人公司这么多事做 哪有空来这些小事 那我走了 皮皮越来越差 姐姐, 我这个女孩早晚被你中坏 怕什么 我们皇家又不是没有条件中坏她 好 拜拜 拜拜 不要紧 什么不要紧 你爸爸妈妈没有教过你 遇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明明是你踩到我 喂喂喂 你呀, 你多一书不如少一书 现在找份工不容易的 我们要做校工的, 没什么必要 都不要跟他们的学生作对 不是, 我不是校工 我也是来读书的 还有, 明明是他踩到我 为什么我要跟他道歉 哎呀 你看什么看 你踩到我了, 很痛 什么呀 你爸爸妈妈没有教过你 遇到人要说对不起吗 我遇到你 明明是你踩到我 你还爱人司告状 你现在又说我踩到你了 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你 你什么你 你刚才就是这样欺负这位同学 我只不过是将整个过程 还原给大家看 原来是这样 的确是你, 踩到他 所以你要跟他道歉 你说是就是, 你是什么 忘了介绍 我就是今天负责 新生引渡工作的二年级生, 麦琪 麦琪? 我生父是麦琪, 后父是呂琪 所以我妈妈改我的名字 麦琪 你还没跟刚才的同学说对不起 谢谢你, 师兄 不用客气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方华, 是音乐系的新生 这么巧, 我也是音乐系的 真是缘分 不如我送你回女生宿舍 我想你应该对校园不是很熟悉 不用了, 不麻烦你 不麻烦 胡宋师妹回宿舍是应该的 走吧, 这边 好 惹我了 喂, 又怎么了? 那张床不是你的 坐上去做什么 不好意思 校公姐姐, 来得对了 帮我抹一下床铺 我不是校公姐姐 我叫林方华 我也是来读书的 你是学生? 那你的行李呢? 我…我没有行李 你没有行李, 那你怎么换衣服? 不是, 是, 被铺也没有 我看你今晚怎么罚 林方华 喂, 这里是女生宿舍 你们进来干什么? Excuse me 麻烦 喂 这两位朋友说来找你 所以我就带了他们来 林方华小姐 我是时代公司的经理 我是美保公司的经理 两位找我有什么事? 令尊叫我们把这些皮铺 时装皮鞋和手袋给你 已经给了钱了 麻烦林小姐帮我签收一下 麻烦林小姐也帮我签收一下 多谢林小姐 多谢林小姐 刚才说没有行李 原来是骗我们的 你爸爸竟然送了这么多东西给你 方华, 我刚才说的冒犯了你 我向你道歉 不要紧 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我的 那你的东西可不让我们看看 你们随便看看 你的床带很舒服 麻烦林这套茶匙很精緻 你看看水晶杯, 很闪 真的是水晶杯? 方华, 你爸爸把我的百货公司 搬来给你 你的袋子很漂亮 这双鞋子是最新经典款 我想买很久了 你看看这双耳環 这个耳環很闪 我早前一天才见过 想不到方华爸爸爸爸 没这么好的 这条裙很合襯 好看吗? 方华, 过两天三三晚会 可不可以借一条裙子 让我穿吗? 今晚会之前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穿吗? 当然可以 太好了 看来他们以后都不会再欺负你了 原来你爸爸这么有钱 我刚才不记得自我介绍 我叫Lily 你好 Lily 你好 我叫Betty Betty 你好 Betty 请问你有没有信封信纸可以借给我 刚刚新买的 拿去用 谢谢你 慕容 枕容 作曲 据 桑 派讯了 嗯 这三封是Ebby的 这一封是Linda的 还有最后一封 那是我自己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方华 你也挺多情的 我见你一有空就写信给你 Darling 你误会了 我写给我爸爸的 我才不信 你们说了 哪有人这么大个女儿 还天天写信给爸爸 就是了 对待男人不可以那么疲心 不然就像旁边的Mary那么惨 他干什么 他又失恋 又失恋? 他不是上个星期 才跟数学系的Henry在一起吗 被人飞了 他哪一次就拍拖超过一个星期 那个Henry是情长浪子 Mary那些恋爱佬 哪里能控制得住 谁在乎 反正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谈恋爱 就是了 仆心仆命 什么都遭受了男人 结果呢 那些男人只会觉得你们太好控制 什么都没所谓 你以为所有人都好像 又是情长高手 什么法律系的Rober 中文系的字幕 和医学系的家豪 ABC军 任你挑选 你干什么事啊 Bobby拒绝我啊 哪个Bobby啊 历史是二连班的Bobby王 历史是那个矮脚光头四眼龟 你以为我们做的 那个Bobby 为什么你这么重口味 我们换个角度想 他拒绝你是一件好事 你说得对 他没有爱这个女朋友 是他的损失 对啊 你看看你 样子又漂亮 皮肤又好 身材又好 千万不要为了那些坏人而不开心 没错 姐妹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 男人不似好东西 阿彩小姐 高贵 贤物与松心计 太阳太阳太阳 用情不住心地坏 心坏心坏心坏 平日照口口面气 心坏心坏心坏 他拒绝发言爱上你 爱你爱你爱你 不如原因又会爱难受 太阳太阳太阳 我决定一生不出嫁 出嫁出嫁出嫁 我不会与他作夫妻 一生不作夫妻 男人不是好东西 那些小姐高贵 吻为老马出声气 太阳太阳太阳 无言与他梦里 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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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会自态逃避 太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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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角负面 能够 Cha Miriam view��� 非常合気 自态廓下 好 地瓤 就 优优优独护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終於要放暑假了 暑假你們會去哪裡玩 我和家人會去英國 我去世事 我就打算和我帶領一起去日本 我家的合作伙伴 邀請我們去他們的新別墅玩 Lily也和我一起去 方華, 你不打算回家嗎 是啊, 兩個月的假期你都不回去 難道你家裡有個惡毒的後母 否則有個惡毒的後母 即是有個惡毒的後父 算我, 方華 你爸爸那麼疼你 你應該去他家裡住 不如這樣吧 你和我們一起回去玩吧 更多人熱鬧 是啊… 謝謝你 不過我想我還是留在學校好一點 那好吧, 我們不打擾你了 下個學年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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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幫忙要去處理 其他事不用跟我說了 唉、總裁 做甚麼事 不要? 當然是你這個洞人總裁 他做甚麼? 沒有責任心 又學人獻愛心 認個養女回來又不理人家 借費錢人、有甚麼用呢 人家要的是愛 你看這封으로他剛剛寄來的信 我當然知道 那個雖然老闆 坐仰芳華 只是一時之間要跟他媽鬥氣而已 我們從小就看到他長大 他哪有一次做事是賞心的 哪會像我這樣 這麼感情專一 這麼有責任心才行 你也不要這麼怪責自己 畢竟我們都給了他這麼美好的生活 供到他讀大學 讓他有書讀, 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他很可憐 你看看他這封適合寄來的信 親愛的爸爸 我已經入讀大學兩年了 一共寫了103封信給你 但你一隻字也沒有覆覆過我 第一年的聖誕節 新年、寒假、暑假 都是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學校過 第二年的聖誕節 新年、寒假都是一樣 接著呢? 下面還說了些甚麼? 爸爸, 第二年的暑假又要開始放假了 我看到那些同學 開開心心地回家 和父母團聚 一想到自己有養父 但又不肯見自己 我就覺得很心酸 我只是想… 只是想… 她在下面還說了些甚麼? 你自己看吧 你看完了沒有? 你這麼不開心 我還哪有心情看下去呢? 那你繼續吧 爸爸, 我很想可以快點見到你 做個孝順女 如果你有甚麼苦衷 不可以見我的話 也請你回回一封信給我 就算上面只有寫著 收到信三個字 我都心滿意足 祝你快樂 女兒方華想 信你也看完了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好呢? 我們要回封信給她 好好安慰她一下 跟你做同事這麼多年 一直都以為你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原來你是這麼有責任心 感情這麼豐富的 阿成 你覺得這封信 我們應該怎麼寫? 你叫我甚麼? 阿成 我真的不是太好 我和你當我寫甚麼 你以前的樣子 我都不想不想 你覺得我有責任心 你覺得我好 你心裡做得怎麼樣 我真的不想我 你不想我 你聽我的心遊戲 你覺得我不會這樣 我真的不想我 你覺得我好 你覺得我自己 你就不會這樣 同相親永不分離 我兩愛不變幻 情花開 開燦爛 情已世永無憾 夜更過 星未晚 曝露熱愛黎曼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你們這麼熱情 阿慧 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 喂 你有沒有得寸盡赤禍 快做一些正經事 這封信應該怎麼寫 我想到 跟我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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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小姐 你好 有甚麼可以幫你 我想來聽音樂 請問你幾位呢 我一個人 有沒有訂桌子 沒有 真對不起 我們今天滿座 麻煩你明天再來 好 不好意思 又是你 你也是聽音樂嗎 是呀 不過可惜沒有位了 如果你上面的話 不如跟我一起 但是 放心 我訂了桌子 先生 貴姓訂桌子 Johnny Mo Johnny Mo 麻煩兩位等我安排一下 麻煩你 好 小姐 我先幫你保管 忘了介紹自己 我叫Johnny 我叫林 方華林 我的同學都叫我做阿林 方小姐 你讀哪間大學的 哦 我不專業很久的了 我正在說以前 以前我的同學都叫我做阿林 我看你隨身拿著這麼多樂譜 我想你的工作應該和音樂有關 不知道方小姐平時聽甚麼類型的音樂呢 我甚麼類型的音樂都聽的 你呢 我以前喜歡聽爵士樂 不過現在喜歡聽搖滾 我就沒有你那麼專業了 學校以前教甚麼我就學甚麼 那你們有沒有教作曲填詞的 沒有啊 你認識嗎 我都不太認識 不過略有研究 最近寫一首新歌 叫做《海洋的微笑》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想請你指教一下 各位 直播下來 我想將這首《海洋的微笑》 送給我剛剛認識的方小姐 請你留意歌詞 《海洋》 《海洋》 《令我紅襟開朗》 《迎著海風晴朗》 《萬里逼波》 《不永遠方》 《海洋》 《令我心花開放》 《連接天際茫茫》 《萬里逼波》 《往來不放》 《千山寬著大海》 《千山寬著大海》 《銀浪照著陽光》 《千山寬著大海》 《為將你歡呼》 《為將你歌唱》 《我唱出心裡夢想》 《海洋》 《令我心花開放》 《連接天際茫茫》 《萬里逼波》 《往來不放》 《千山寬著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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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阳 令我心花开放 连接天际茫茫 但你逼我往来奔放 青山伴着大海 银浪照着阳归 为着你丰富 为着你歌唱 我唱出心里梦想 开阳 令我心花开放 连接天际茫茫 但你逼我往来奔放 为着你丰富 为着你歌唱 我唱出心里梦想 我唱出心里梦想 看看他能否让我和男生拍拖 他会反对 我想他应该不会的 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差点忘记了 没有你的联络方式 不如你留你的电话给我 我怕我爸爸 怕男生打到你家 你又知道 我的电话很容易寄 564 335 容易寄吗 五两船想想我 我会记住的了 由今天开始 我就会在电话旁边等你的好消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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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方小姐 拜拜 喂 我在这里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工作电话 什么事 你的样子都站起来 有男孩追求他 问你能不能让他拍拖 什么 求学时期谈恋爱 不是真是荒废学业 送个回信给他 不准结交男朋友 那好吧 你干什么 打给丁秘书叫他回信 不准辱 林芳华 乖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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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浴 我认为我认识男朋友 什么 什么年代 老顽固 食股不化 你说什么 没有 我说令尊的家教 真是严格 我不会再打电话给你了 拜拜 慢点 方小姐 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不如我们约个地方出来见面 慢慢长谈 我们不用再见面了 见多一次 只会伤心多一次 喂 方小姐 方小姐 两个月没见面 你为什么仍是愁眉苦面 你是不是受到校园舞会的武伴人选 对啊 你打算请谁做你的武伴 本身是有个人选的 不过爸爸他不让我拍拖 所以我就没有邀请他做我的武伴 唉 他们这一代是这样的 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们永远都是错的 慢点 你要认识男朋友 我们知道吗 对啊 谁来的 不过一个暑假你就放心暗许 你看看 他额头写着 Fall in love 是不是那个默奇 你不要乱说 唉呀 你这样问他 他当然是不好意思回答你了 我问你答 请问你林芳华的心上人 人生得漂亮不漂亮仔呢 都算漂亮仔 那他生得高不高大 高 哇 那他生不生死的 很生死的 那他懂不懂音乐的 不单只懂 还很专业 哇 那他有没有留电话给你 有 不过我不可以打给他 知道了 因为你爸爸不让 对吧 太好了 这么巧啊 师兄 师兄好 你们好 我生气了 我还有另一件行李还没拿 Lily 你陪我好 好 拜拜 师兄 很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 对了 未来的校园舞会 你找到舞伴了吗 未 我也未 你需要一个 懂得音乐的舞伴 对吗 我做李舞伴 到时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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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伯母 Betty 你不是開學嗎 你為甚麼來這裡 伯母 我找Johnny哥有急事 Johnny哥 媽媽,大人跳汪,小人跳汪 都是白人有禮貌 不像我這個女兒這麼沒規矩 Betty,你找白人做甚麼 明天學校有個校園舞會 有歌舞環節 我想看看Johnny哥 有不空做我的舞伴 我明天沒時間 白人,如果有事要做 交給楊秘書去做 來吧 舞會有這首歌很複雜 不過只有你才會跳 你一定要陪我去 我不去 你快答應Betty吧 否則我們會很久 雞犬不靈 阿仁,你答應她吧 王家和我們毛家 不單是小狗 還是我們的生意拍檔 你明白嗎 那我去吧 太好了 是阿仁 她給我 才好 這位小姐 我也是有幸 為你跳舞嗎 我很開心 你能夠鼓起勇氣地承認自己的感情 只不過作為一個紳士 我始終覺得鼓起勇氣來表白這件事 是應該由我來做的 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你開始 我就已經對你傾心 雖然我們認識的時間不是很長 但是每次跟你相處 我都覺得特別開心 但是…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會顧及你爸爸的感受 我爸爸? 那次我都聽到了 因為你爸爸不同意你結交男朋友 所以你才在暑假那裡沒有打電話給我 你放心,我也明白 你的心意我都聽到了 那次說的那個不是你 那…他是… 他有個暑假認識的一個人,他叫Johnny Johnny? Johnny哥 你看看,我學校有多好氣氛 我來那個辦公室彈吉他 你說甚麼? 我說幫我看看有沒有其他飲料 好啊,我幫你看看有甚麼飲料 糟糕 高大俊男紳士 是他嗎 是啊 但為什麼,他又會跟Betty一起來呢 我也不知道啊 問吧 問清楚我好一點 來吧 這個男人是誰 關你甚麼事 你身邊又是有其他女人 那個是我細胞沒有女兒 我一直把她當成妹妹 真的 你聽我說吧 Johnny 我照著你聽我解釋 因為… 你不是喜歡她 關你甚麼事 因為我喜歡她 那你又找Betty做舞本 我的事不用理會 總之離她遠一點 我也喜歡她 自從她入學校開始 我就喜歡她 但好像不太喜歡你 Johnny哥 原來你在這裡 跟我來吧 原來Betty是個細胞夢的女兒 原來Betty是個細胞夢的女兒 你真的很喜歡她 我是很喜歡她 但因為爸爸的關係 我暫時不可以拍拖 我也很喜歡她 我有信心 我可以說服你爸爸 讓你跟我一起 這裡 你在幹甚麼 誰叫她勾引你 之前就勾引師兄 現在又跟我占你 我姐妹也沒法當 她 你不要亂說 甚麼 方小姐 她姓林的, 想不到她連名字都騙你 如果你不是伯母王的女兒 我早就對你不客氣了 你不道歉的話, 這輩子都不見你 Johnny哥 Betty, 你有沒有事? 我會不會生氣了, Betty 你別哭了 誰都知道Betty是胡亂說的 但我不知道她會不會誤會 如果她真的像自己說的那麼愛你的話 又怎會別人亂說幾句就放棄 一個真正愛你的人 是一定會選擇相信自己愛的人 一定會無懼挑戰 堅定地守護在她身邊 芳華 剛才是一件我的环境 高峰的特價 不是小溫才 你沒有對決 好可愛 在這裡 選擇 都口向我 要不要嘗試彈 放在那個倉上 對了 黃院長打電話來問 孤兒院的慈善答謝晚會 你要不要出席 你和楊秘書代我去行不行 這樣不是那麼合適 我想自己冷靜一下 知道了 怎麼樣 還要死死死的 他不讓我們打擾他 你現在過去嗎 被人罵的 方華寄了信 分散一下的注意力也好 總裁 我不是說自己冷靜一下嗎 你的養女被人欺負 誰 同學 同學之間有一點爭執 很正常的 不是普通的爭執 是情仇 什麼一回事 話說對方是個有錢小姐 她喜歡了她小叔伯父 男生不喜歡她 反而喜歡了有錢女的同班同學 就是你養女 女兒 然後呢 前幾天搞了個校園舞會 有錢女兒看到男生和她養女跳舞 很狡猾 竟然 竟然甚麼 竟然辱馬的養女還要兜頭搏水撥她 這個有錢小姐實在太過分了 如果我是方華我一定會和她死過 阿慧 阿慧 男女之間的愛情 難免是有點波折的 不是呀 為甚麼你會知道你的養女發生的事 是呀 這兩年來你一封信都沒看過 為甚麼你會知道方華的事 那個有錢小姐就是Betty 你…你愛上自己的養女 你愛上自己的養女就是為了追她 決得 琴修 我不是這種人 我稍後再向你們解釋 你們倆馬上把方華這兩年的信 全都給我看 方華林, 林方華 琴修 琴修 親愛的爸爸, 你一直不肯見我 又不回覆我的信 是否有甚麼難言之忍 難道你是一個殺手 好 i know you 真的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了 爸爸 你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游王 游王应该不懂中文 我猜你一定是一个受人拥戴的体育明星 亲爱的方话 正所谓情场如战场 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 只要不择手对他爱他 直到你成功为止 谢谢 情场如战场 为什么你爸爸好像转了性 变了另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不想我被人欺负吧 师兄 其实今天我是有些事想请教一下你的 请教我些什么呀 你是不是跟我说过 爱情需要勇敢的 师兄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我 很默默地照顾我 保护我 我也很喜欢你的 不过这种喜欢是妹妹对哥哥的喜欢 朋友之间的欣赏 我不希望我们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觉得 不爱都需要勇敢地说出来的 别再说下去了 很感谢你对我这么坦白 我知道你心里面已经有了他 当年相恋意中人 大家声情间 祖纵爱近极亲密 心心上人无信任 月底花间相会 共起有缘分 人爱百门愿悲异 刺心人流共定满 你放心吧 我接受能力很强的 我其实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既然如此 我就做你的爱情军事了 现在就找个藉口打电话给他 约他出来 我就要看看他能否通过我这个考验 喂 喂 我是方华 我很想念你啊 你今晚好不可以陪我去一个活动啊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今晚八点半香港会所等好不好 好 不见不散 那你打算怎样考验他啊 还没想到 蛤 那我也是第一次做人军事而已嘛 你又说你好有经验的 是吗 我是比人非好有经验啊 是啊 喂 喂 不用问了 肯定是打给你Johnny哥 Lily 我有些不长的预兆啊 今晚和我一起去香港会所好吗 当然没问题了 走吧 走 走 为什么还没到呢 再等一会儿吧 现在才八点二十分 来啦... 快走 黄院长 芳华 你不是说有个小朋友陪你来的 是啊, 不过他还没到 院长, 你先忙吧 我自己去等他就行了 好吧 毛总, 为什么你会来的 你的秘书说你今天没时间的 是呀 身为毛巾的总裁 我一定要好好支持 孤儿园所有的活动 那我代表孤儿园冲心感激 很久没见了 很久没见了 关于上次一件事其实我呢 之前的事无论你欺负错都由得他 各位, 欢迎大家来 今天的答謝舞会 今年是我们孤儿园成立的二十周年 在这二十年来 我们帮助过超过一千个不同年龄的孤儿 让他们有良好的教育 拥抱美好的未来 正正是因为我们孤儿园有严谨的 审查制度和领养制度 令所有助养人、领养人 甚至孤儿放心 我们不会容许任何人以领养助养为名 侵害孤儿权益的事发生的 多谢大家 你不舒服吗 不是 为什么你想我和你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我不想再对你隐瞒任何事了 我 你介意 你 当然不会 无论你什么出生 样貌 我都依然那么爱你 我爱的人 我为你照顺上 大地窗窗 人海望外 你在这方 你在这方 我 我爱的人 我为你照顺上 我为你照顺上 无穷的爱上 无边的狂妄 你无限受尊 无限受尊 花海等到花孙 欢恩等到悲伤 慢慢吃了梦里 为你想到泪满河 芳华,嫁给我 你给我求婚? 是啊 你先起床吧 要过了我爸爸的关 我才可以答应你 应该的,应该的 不过我想他一定会答应 你又不知道 因为我有预感 芳华,芳华 各位观众,不好意思 百河风球刚刚懸挂了 我们这个舞会要结束了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我已经叫了会所通宵营业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继续留在宴会厅 也可以上去楼上的房间休息 多谢大家 那不如我们玩通宵吧 不行的,我捱不了 那不如我们上楼上开房 开房? 不用担心 你一间,我一间 那你安心吧 走了…他们要去开房了 我们走吧 去哪儿? 我要告诉Auntie Mo知道 我就是住在你旁边的房间 有什么随时找我?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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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在楼下 看到你送戒指给芳华 现在你又带了我上来这个房间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王院长,实不相瞞 其实我和芳华已经互生了情数 彼此之间是相爱 不过,我们是清白的 戀爱是两个人的事 亦都是你们的自由 我无权干涉 不过,我要你记得 你是以养父的身份助养芳华 既然如此,我认为 你们不适合拍拖 如果这件事得到我妈妈同意 我就找社会的名流 正式担任芳华的养父养母 那这件事对我们家和孤儿园的名誉 还有没有影响呢? 那就没问题了 院长,我答应你 这件事未解决之前 我是不会和芳华来往的 那我就放心了 毛总,你果然通情达理 既然如此,我都不再你休息了 再见 再见 Johnny Johnny 王院长,芳华暂时不知道 我是他养父的这个真相 麻烦你帮我保守秘密 嗯,好呢 那就麻烦你在洗手间屈走一下 哈? Johnny 是 有个姓毛的女人带来我的房子 她说了一堆我听不明白的 姓毛的? 应该找我的 因为房子我开的 我估计前台搞错了电话 那个电话收了线没有? 没有 喂? 你还敢听电话? 你打来有什么事? 我有什么事? 我看怕有事的那个是你 Betty Betty 告诉我 你竟然为了那个女孩伤她的心 你不要听她乱说 你要记住 Auntie Wong是我们家所有生意的拍档 我知道 你童话马上回来 我等你一五一十 把整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我 好吧 我 谁打来的? 一个朋友 朋友? 她听起来很凶 办公室出了点事 我要马上回去处理 但外面现在还在打风 不要紧的 另外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去哪? 我等所有事情解决了 我再告诉你 那你自己小心点 那你也早点休息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认识了个收音机 少爷 你还快点过来 和你妈斟茶认错 阿仁 Betty告诉我 你认识那个女孩 年年无论行假暑假都住在学校 平日都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来享受她 我听起来 不是骗你就是孤独症 你怎么可以和这些女孩来往 或者她是被修养的孤儿呢 你妈妈我虽然喜欢做善事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一个孤女 嫁入我们无家大门的 妈 你不用说这么多 如果你一而孤行 都要娶她的话 那会怎样 那大不了 我拿回总裁的位子 自己再辛苦多几年 少爷 你妈这样 是要对你进行经济封锁 如果你不听我 那以后就过你自己的日子吧 少爷 你千万不要和你妈斗气 妈 我可以答应你不再和她来往 只不过 你还敢和我说条件 太太 你先听少爷说完 我是不会答应和Bethy结婚的 为什么 我最讨厌的就是她 刁蠻任性无礼貌 又笨又鈍自私精 够了 太太 不要生气了 不用生气 少爷已经答应不和那个孤女来往 至于婚姻大事 是乖少爷的终身幸福 你就不必勉强了 你记住你答应了我 不要再和那个孤女来往 不讨厌 麻烦你 我想找Johnny Johnny他出差还没回来 要不要帮你留个言给他 算了, 不用了 你呀, 狠心呀 演词 与你错相约 转眼又要别离 无限愁障 多小床悲 心碎泪满意 与你坐相聚 相对难舍难离 无限情意 多小会已 不尽头醉 我的生只有你 希望长生意 以隔万岁千山 那类伤悟 景色已久 齐藏独自灰狂 常为你伤心 相见梦里 总裁 科卖又寄信来 学校今天举行毕业礼 他会在联欢会上表演歌舞 希望你可以出席 如果你不去的话 如果我不去的话会怎样呢 你不去的话 他就去天主教堂做修女了 什么 其实毕业礼也很值得去 你都供养了他四年了 而且你跟他又 我跟他又什么 你们不是拍拖吗 这些话你别胡说 我还以为你大过仔改变了 想不到还是这样的 不单只做事有此无中 对子役外人也是这样的 我 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了 我确实要说 芳华真可怜 养父又见不到 男朋友又神秘失踪 早知道那时候就劝他 跟那个师兄默琪一起 够了 其实呢 这几个月 我一直帮芳华 找着他新的养父母 只要他们两个的助养关系一解除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了 丁秘书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爱芳华 正如你所说 毕业典礼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想拜托你和杨秘书 代我参加 我们 你们可以认作芳华的养父母 芳华看到你们参加毕业典礼 一定很开心的 但是 总之 你们今次肯帮我的话 将来我和芳华结婚 你们都一起结婚 所有费用包在我身上 我们何时说要结婚 你们不用骗我了 这几个月在办公室 看到你们两个眉来眼去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是呀是呀 那就去吧 想心一层 我们都关心了他这么久 都算是一家人了 我突然想到 如果找不到养父的话 帮芳华找一个家境红厚的 哎呀呀呀 过不就行了 好 跟我来 没准你 老吃 我的 你 好 没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帮不帮我? 不帮的 喂, 給我 我 董事长, 很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 王院长, 你家裡也有子女在讀書嗎? 不是, 我們姑姨院有個姑女被人助養來這裡讀書 她也是今屆畢業生 原來是這樣 很久不見了 坐… 歡迎各位來賓 來到第五十屆畢業聯歡會 第一個環節就是林芳華同學 帶領同學的歌舞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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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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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面不出錯 錯 前路一天渺望 你滴滴滴我望 來日與你相聚樂場 聖誕樓人 你是否有禮物要給我 好 好 好 你要蘋果 我不肚餓 你要一枝花 我也不需要 不如你拿個披肩給我 謝謝你 荒華, 畢業快樂 Johnny, 白癮 他為何會在台上 其實我有話想跟你說 小心…借名 這是我第一個道具 你又搬我出去幹甚麼 你怎麼搞的 對不起, 借名 借名 又來 董事長 董事長 剛才你問我 那個冷血無情的人是誰 其實他就是你的兒子 白癮 你站在那裡 董事長 既然你沒想著告訴荒華 你就是他養父的真相 為何你還要在舞台上讓他認到你 你剛才說不幫我 我就想自己出去跟他說 甚麼 你是荒華的養父 禽獸 林小姐 你是不是想快點見到你的養父 你認識我養父 就是這樣 成為荒華養父這件事 雖然是陰差陽錯之下發生的 但是我想清楚了 就算我不能做總裁這個位 我也要和荒華一切 荒華 不行 你這個臭小子 我真的看錯了你 媽, 你聽我解釋 從小到大 我都以為你做事不信心 我猜不到你 你竟然不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見到你這麼認真 對待一件事 一份感情 媽媽很欣慰 兒子 見到你真的成熟了 我就放心了 這位女士 剛才你又說不行 黃院長 如果我安排楊秘書和丁秘書 做方華的助養父母 可以嗎 那當然沒問題 那就一千塊光光了 慢著 你答應過我們一起行婚禮 不要不算數 當然了 跟我來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請我人家 歡樂愛情長 滿羽喜喜 滿羊華 男女老友共長 高高歡笑站人 陳恩溫熱心 賊何顧目臣風 听人人启唱 弃鹤人一半可爱情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我们的导演李润琪先生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屯门大会堂 欣赏欢乐满人间的第一场 谢谢大家 也借助大家的掌声 多谢我台上的各位演员 好吗?多谢他们,辛苦了 好,亦都容许我以下时间 多谢一下我们幕后的团队,好吗? 我一次读名,然后大家一次给掌声,好吗? 好,首先我们要多谢我们的编剧姚燕婷 音乐总监、钢琴王子陈俊轩 编舞我们有蔡淑芬 和助理编舞杨细欣 制作经理我们有张仲恒 执行舞台监督我们有鬼鬼 助理舞台监督郭荣豪 另外服装设计及统筹何嘉敏 投影设计及控制何浩宏 灯光设计我们有来自深圳的张子开 多谢你 也有音响控制郑伟权 化妆及造型统筹是朱一鸣 和他的化妆师团队 另外录影及剪接我们有梁子琦 另外我们有字幕控制员阿峰 另外执行监制邓世华 多谢他们 最后请出我们的艺术总监 和我们这个剧的监制 高志森先生 各位好 《欢乐每人间》音乐剧《灵感》 是来自1968年上映的 香港的一个同名的电影 没错 55年前主演的是 萧芳芳和胡锋 其实就是这两个角色 这个是萧芳芳 这个是胡锋 男女主角今天唱的歌有好几首 当年是为电影特别写的 是王瞻先生的曲和词 是他最早期的电影歌曲 音乐剧是向六十年代的 粤语歌舞片致意 很高兴今天台上参与演出的 除了这三位是专业的舞台演员之外 其余各位都是我们春天自己开办的 演艺培训课程的学员 是的 举举手好吗 是啰 个个人都是 那就 他们经历过初阶班 也有大部分是经历了一个进阶的 主要导师呢 就有李勇琪 导演 有我本人 有奥嘉莲先生 召唤小姐 还有何德盈是教形体的 借这个机会特别多谢他们 多谢 好 今天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业演出 今晚还有一场 明天就还有两场 希望大家支持他们 多多推广好吗 多谢 那么预告一下了 我们明年都会继续推出这个台前幕后的演艺训练课程的 兼且我们春天十五剧团明年 将会是首次由我们剧团举办一个青少年和儿童的音乐剧培训班 会有大型和专业的结业演出的 有兴趣的朋友就留意报名了 那就在后日 这个25号圣诞节 26号 在这个舞台我预告一下有音乐剧缘分 是由招援和张家铭两位演员 透过演艺40首张国荣和梦艳芳的经典金曲 带出他们两位对偶像的恣意和偶像对他们的影响 也都导出两位演员自身的故事 然后下个星期1月5号和6号 在这个舞台有粤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是我导演的 然后就还有下个星期在6号、7号 还会有一个合家欢的形体音乐剧 是《猫竹老鼠》 希望大家继续捧场 多谢 好 以上所有节目都是屯门大会堂 场地伙伴计划的节目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屯门大会堂 所有台前幕后 前台和后台的所有员工 给我们的支持和配合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